賴清德說什麼 結果我去查國防部的規劃 有一半的人 要去當海岸守備旅 就是在攤頭決戰 準備送死的菜鳥 被我戳破之後 馮世寬跟邱國正 在立法院備詢怎麼說 報告委員 我們當軍人的 我們沒有分前線後方的 到處都有可能去 你看他講的多實在 他居然不會像你這樣說謊啊 這個Gavin Hwang 捍衛中華民國我OK 民進黨的梅先去佔海線第一排 我就回家 德中的兒子最好不要缺席 我跟你講現在大部分的人 就是這種想法 我跟你講啊 我給你保證 2028年這種講法一定一大堆啦 你在台灣搞內有的沒的 全民防衛哦 什麼動員表啊 那結果你們的小孩都在美國 你這裡搞得下去 你講給誰聽啊 這種事情如果在以色列 在美國在英國 一定會變成重大爆料的醜聞啊 就好比納坦尼亞胡 他的兒子 32歲 被發現 住在 邁阿密 你要知道 人家是什麼背景 納坦尼亞胡是美國人 他在 費城長大的 你知道嗎 他的英文講的跟美國人是一樣 溜啊 我說納坦尼亞胡啊 他的小孩也是啊 他根本就跟美國人沒有差別啊 可是以色列人就是不能接受 所以納坦尼亞胡的小孩怎麼可以住在 要做一些最危險的事情 這算什麼國家領導人嘛 而且你去看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政黨 我說民進黨 民進黨有幾個政治精英 他的小孩是練軍校的 有嗎 你有看過這種政黨嗎 我跟你講我在美國 在英國 在以色列看到一大堆政治精英 自己就練軍校 小孩練軍校的更多 就你自己呢 以前你是歧視軍人啊 你自己也不願意去當軍人啊 然後現在創造一些 讓我們台灣的軍人 處於極端危險處境的事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海軍司令唐華看不下去啊 因為你讓海軍陷入重大危險嘛 你讓海巡的兵進入重大危險嘛 那你們就只有一張嘴在那邊嘴炮嘛 賴清德啊 管碧林啊 管碧林說過什麼事 人家問啊 說我們的船 如果在金門 被中國大陸的海警船攔下來 我們怎麼辦 管碧林你知道是要說什麼嗎 管碧林說我們要拒絕讓他攔檢 真是偉大 對方有槍耶 你管碧林講這種風涼話 人家在第一線 被攔檢 你說你不要理他 好厲害啊 這種風涼話的人啊 我就看不下去這種事情啊 你如果不能以身作折 你就少在那邊放屁啊 戰爭這種事情是生死的事情啊 你自己要把你的命放進來 對不起不是只有你啊 你要把你的家族的命放進來啊 美國人英國人以色列人 政治都是這樣做的 不知道我憑什麼相信你 我為什麼要相信你 你的小孩都離開了啊 然後你整天在那邊叫叫叫 讓我們陷入危險之中 那逼著我們海軍司令唐華 要去接受英國經濟學院的專訪 講出這是多危險的事 你不覺得丟臉嗎 我覺得在台灣當軍人真可憐耶 被你們這些政治人物這樣玩耶 把他們搞得越來越危險耶 真是可惡啊 這個賴LAI啊 賴選前的專訪還敢說自己當選的話 臺海戰爭機率最低 還真敢說完全不了解自己國家的狀況 希望軍方可以沉住氣 賴你講的針對 你這句話就是我心裡的話 賴清德就是這樣講 他說他如果當選 台海戰爭的機率降低啊 講出重話耶 我跟你講他還講了另外一句話 他只講了一次就被我把他戳破了 他說這個年輕人來當義務役啊 保證不會送你上前線啊 大家記不記得這句話 結果我去查國防部的規劃 有一半的人要去當海岸守備旅啊 就是在攤頭決戰準備送死的菜鳥啊 我們國防部規定義務役就是有一半要當海岸守備旅 其他才是各個重要設施的防守 結果賴清德說什麼 保證義務役不會上前線 結果被我戳破之後啊 那個國防部長邱國正 邱國正還是個君子啊 硬漢 還有這個 那個馮世寬 那個時候是退府會的那個委員長 人家兩個人都是軍人啊 我坦白講我就欣賞軍人啊 人家軍人不會像你這樣說謊啊 馮世寬跟邱國正在立法院背詢怎麼說 他說報告委員 我們當軍人的 我們沒有分前線後方的 到處都有可能去 你看他講的多實在 所以我對你們這種政治人物啊 我就是不屑啊 說謊 避重就輕 我反而看到這些有良心的軍人 人家講真話啊 我現在一路看下來包括 以前的國防部長邱國正 包括我們退府會的馮世寬 包括現在的海軍司令唐華 包括我們國防部副部長 這個徐遠浦 人家都是講真話啊 徐遠浦當著美國人的面說 你武器要趕快給我們啊 你如果做來不及 請你跟盟邦調給我們好不好 他在台美國防工業會議公開這樣講啊 我說這個才是真正有良心的軍人啊 我看台灣台海的軍事的危機啊 最能夠講真話的都是軍人啊 我講白了啊 為什麼 因為他會在第一線啊 他不能看到他的同袍 直接受害啊 那你這些政客呢 躲在最後面 講話最囂張 什麼責任都可以不用負 大時候搞不好還落跑 可惡啊 這我跟各位講啊 這個時候才是 我們要讓軍人 職業的專業的軍人 出來講話的時候啊 嘖